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的人不容易发音 或者发音出来可能不好听 或者你的名字呢 比如说除了姓以外 名有两个字 那这名字中间用不用连接符号呢 是合在一起写还是分开写呢 都有一些个人的偏好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会愿意使用英文的这个first name啊 是吧 名字 这些呢 都有可能改名呢 是正常的 正当的 当然了 你改过以后呢 在这个曾用名啊 在填表的时候呢 尤其是移民局的填表 要注意填写 那改过名字以后 我过去的各种记录 我的成果还能不能用呢 当然可以用 你改了名字 那人还是同一个人 所以你在这个表上要填出生日期 要填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然后你还要提供别的身份证件 另外呢 现在很多申请都要打指纹嘛 是吧 那为什么要打指纹呢 有这个生物的标记 是吧 名字是个符号 那你这本人 所以呢 你过去取得的成果 比如说我用别的名字发表了论文 或者取得的移民状态 福利都仍然有效 什么时候改这个名字呢 并不一定要非要再申请移民的时候才能改 这个姓名呢 一般是由你居住的各州 这个州法来决定的 一般呢 你要向本地的这个法庭来申请 然后呢 批准以后呢 你就可以注册拿到新的身份证件 比如假照 还有结婚呢 你这个有结婚证书 是吧 也可以作为一个是改名的原因方面的证据 另一个呢 如果你在结婚的时候已经用了新的名字 也可以提交给移民局的时候作为证据 所以呢 前面提到啊 这个要由州法来决定 可以类比呢 这个结婚手续 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州结婚 也是由州法来决定的 而移民法呢 是联邦法 为什么讲到这里区别呢 因为移民局并没有责任 负责说来给你改名 你说我向移民局交了改名的申请 严格来说不是这样的 先改了名字 然后呢 再比如在本地法庭完成这个手续 移民局做什么呢 只是在你改名以后承认 改名前后 这是同一个人 在移民方面没有改变 只是用了新名字 如果你提供给移民局对应的证据 那就可以 当然了 你在改了名字以后呢 可以获得 移民局颁发的 用你的新名字的证件 比如绿卡啊 美国护照啊 等等 这个呢 可以用于各种场合 那么还有一点 我们要提到的呢 就是说 在美国改名比较方便 但是呢 还需要遵守法律 如果说用非法的证件 或者说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身份呢 可能会有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比如说呢 中国不承认多重国籍 有的人很聪明 想哎呀 我拿了美国的国籍 我还想保留中国的国籍 我用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这个嘛 那如果查到 是吧 个人可能要承担责任 包括美国政府提醒大家呢 就是说 如果你用中国的护照进入中国 如果出了事呢 那你那个时候再自称是美国公民 政府方面不一定会承认 那有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 大家可能知道前一段有新闻 有一位办投资移民和其他业务的 在加州的陈律师 他因为事情呢 被美国政府起诉 是吧 有这个卷入刑事诉讼 根据起诉的文件呢 这个人事先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他把姓和名字都改了 拿了多米尼加的护照 改名叫玛利亚 什么什么 那人还是同一个人 是吧 那过去需要负的责任还要负 虽然目前呢 似乎没有抓到 但是呢 同时还需要遵守法律 同一个人根据方便的不同场合 有可能会用不同的名字 还有昵称嘛 等等 那么一些申请人嘛 尤其是亲属移民的 或者是对原来的名字拼写 不满意想改变的 咨询我们 问更改姓名和绿卡申请 移民办理方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里录制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好 谢谢